Hello, 各位Herbalife的同学, 大家早晨 又回到我们营养教室的时间 上个星期我们就有提到骨骼的健康 还有预防骨质疏松所提到的一些需要的营养素 今天我们就会特别focus在关节这个位置 提到关节也不得不提肌肉 我们就会来看看骨骼、肌肉和关节的三角关系 还有重点我们会放在关节上面 可以补充什么营养素 帮助我们的关节可以舒服一点 我是Lala营养师 也可以叫我欧阳营养师 我目前在台湾和香港是Herbalife的特弱营养讲师 同时也是在台湾的学校、医院等等 做营养教育相关的工作 上一次主要是提到骨骼和关节 关节就像骨骼之间的一个cusion 去做一个左隔和润滑 令到行动的时候有关节和润滑液 可以帮助我们行动得比较顺畅 肌肉也是扮演什么角色的呢 其实如果看膝头哥来说 膝头关节的解剖图 如果看骨头外面的肌肉 会发现全部都是扭着扭着的 上面大腿的肌肉是会扭着 下面小腿的骨头的 有些印带扭着的 膝头哥的中间圆形的骨头 有很多印带连着骨头和肌肉 所以其实骨头和肌肉是物不可分的 我们平时如果吃猪骨 我经常觉得人就像猪的解剖的结构 就会发现的确是煲猪骨汤 或者是吃猪肉的时候 连骨头的话 就会看到有一种有一些筋的 印带连着骨头和肌肉 如果我们的肌肉量足够的时候 肌肉够强劲的时候 是可以減缓关节的负担的 就是我们去膝头哥走路的时候 如果我们大腿或者小腿的位置 肌肉够强劲的时候 就好像有些杖筋扭着 令到骨头和骨头之间 没有那么重的压力去磨擦 如果我们的肌肉是很松的 没有什么力气的话 就好像松柔柔的杖筋 其实中间也是没有能力去支撑 两个骨头之间就会磨得更加厉害 所以骨头和肌肉和关节 之间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去维持着我们体态和活动的能力 如果我们有些困扰的话 可能要留意一下是否关节 开始出现退化了 譬如刚刚起床 或者坐得久的时候 一起床 关节就会觉得很僵硬 浑身不聚财 又或者 没有办法长时间站立 又或者蹲不到 或者蹲在这里之后 起不了身 爬楼梯觉得很吃力 都有可能是关节的问题 如果是走路 或者坐下起床的时候 听到有关节的声音卡卡声 其实也是关节退化的一个症状 来的 到了关节比较 关节炎 又或者是关节退化得比较严重的时候 甚至会有关节肿脏 疼痛 变形的一个问题 就会在一些关节位 比如手指 又或者是 脚眼的位置 就会有肿脏变形的情形 这些都是 退化性关节炎可能的一个症状 其实 年轻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灵活的关节 但是随着年纪增长 膝头哥 或者是其他的关节位 就会很容易有磨损的情形 而形成有疼痛 发炎 变形的这些感觉 世界卫生组织 之前是2010年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指出了 中国的人口里面 离患 膝关节退化的患者 是高达8千万人的 可想而知 随着 高龄化的社会 离患 膝关节退化 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 是会逐步的上升的 只要社会人口 年纪大的人 比较多的时候 离患关节退化的人口 一定会持续的上升 当关节不舒服的时候 其实关节看上去 会什么样子呢 会比较浮肿 为什么会变形呢 就是因为 在关节里面 骨头和骨头中间的位 那个关节也不够 或者退化的情形 我们的关节是会 擠出一些水 好像有点像擠出一些水 是会在关节外围的位 会有一些浪肿的情形 而导致关节变形 其实它是 身体是想有一个代替的机制 希望也可以减缓 关节的磨擦 但是呢 因为关节炎 其实比较难去自行的预合 所以久而久之呢 譬如脊椎 可能会是 椎间盘突出 又或者是 在关节位有肿胀的情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骨刺这个字 骨刺呢 其实经常是会 跟关节退化 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当关节是 长期磨損的时候 就会在骨头和骨头之间 形成一些凸出来的 也不算是尖刺 凸出来的骨头 如果压迫到神经的话 附近的神经 特别是脊椎的位置 压迫到神经的时候 就会有疼痛的感觉 有可能呢 感觉上是 脚觉得痛的 大腿觉得痛的 有神经那种疼痛的感觉 但是呢 腾痛的根源 是来自脊椎的骨刺 也是有可能的 其实呢 都是跟 关节退化 是很有关系的 关节不舒服的人来说呢 我们经常会觉得 年纪大才有关节不舒服的情形 其实呢 有年轻化的趋势 年纪轻轻的时候 也有可能有关节不舒服的情形 但是有可能是比较短时间的不舒服 当然呢 大部分都是高龄的人士呢 关节很容易会有不舒服的 有八成以上的 五十岁以上的 高龄的族群呢 其实都有关节的问题的 如果年轻一点来说的话呢 经常运动啊 又或者是 有去 重力训练啊等等 过度运动或者姿势不正确的时候呢 也有可能会造成关节不舒服的 有八成的有运动习惯的人呢 其实都曾经经历过关节不舒服的情形 如果是长期暂立的一些 Fan Office的 尤其是女士呢 可能是因为要穿高跟鞋的原因 都有关节不舒服的情形的 或者是体重过重的患者 做体重过重的人 需要做关节手术的机会呢 是比体重正常的人来说呢 高出二十倍的 所以体重呢 太重的时候 其实都会去压迫到膝头膏 和 比如 脚眼这个位置呢 会有关节不舒服的情形的 有些年轻的 体重过重的人士呢 其实当他去减肥之后 这个关节不舒服的情形呢 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善的 所以其实呢 我们就会需要养成一些好习惯 去保护我们的关节的 平时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去帮助我们的关节的保护呢 可以做三件事情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刚才提到的 如果有体重过重的问题呢 先减肥 因为呢 当体重减轻了 也都代表呢 我们的关节的负担也是减轻的 另外呢 就是 运动了 適量的运动呢 去增强回 扭着骨头的肌肉的肌力 这些肌肉呢 是可以帮助拉开和 減缓这个关节不舒服的情形的 另外呢 饮食上面呢 也可以补充一些关节需要的营养素 可以帮助我们的关节更加健康的 另外呢 保护关节呢 也可以有一些营养素的 比如呢 葡萄糖胺 最经常听到的了 葡萄糖胺和软骨素 是我们的关节里面 原本就已经有的原料来的 另外呢 还有 这个MSM 有机瘤 也都很经常会添加在我们的 一些关节的保护食品里面的 因为MSM 有机瘤也是我们的关节里面 本身就有的成分来的 那也都呢 有很多的原料呢 是会添加这个姜黄的成分 那姜黄呢 它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天然的止痛剂来的 因为有很多跟疼痛相关的实验呢 都发现 如果有落到姜黄 在这个受试者上面 无论是动物的实验 还是人体的实验呢 都对于减缓疼痛的感觉呢 是很有帮助的 那我们可以一提一下了 如果在葡萄糖胺来说呢 市面上其实都很多不同的形式的 有可以喝的 有粉状啊 定状啊 都有的 但是葡萄糖胺呢 其实主要会影响到它 有不容易吸收 或者是有没有效呢 只要看回 它是结合在哪一种 盐份上 葡萄糖胺它不会是独立的出现的 它是一个类似蛋白质的结构呢 它会是和这个 盐类去结合的 在化学结构上面 那究竟是结合这个 盐酸盐 还是硫酸盐呢 那我们看一下了 如果呢 是研究的历史 比较新的来说 就是葡萄糖胺盐酸盐 是比较新的一个 葡萄糖胺的形式来的 它的有效成份 也可以拉得比较高 所以它里面的 盐份 那个蠟的含量呢 就可以拉得比较低些 蠟呢 就是盐里面的成份 如果是吃得太多蠟的时候 会引起高血压等问题 所以我们通常就会 希望蠟的含量会低些 会比较好 那葡萄糖胺盐酸盐来说呢 就是因为它的吸收率也会比较好些 和硫酸盐比起来呢 盐酸盐的吸收率呢 是会高出1.7倍的 所以呢 以盐酸盐来说呢 就会是很多的 关节相关的保健食品呢 是会比较推荐回 这种形式的 葡萄糖胺盐酸盐的 那葡萄糖胺 它既然有葡萄糖 这个字呢 那它会不会升高血糖呢 如果吃葡萄糖胺的时候 大家觉得 其实呢 是不会的 不会的 因为它的葡萄糖 是已经和一个安基结合了 是不会影响到血糖的 其实呢 也有相关的研究 因为大家也会很好奇 其实这个葡萄糖胺究竟 它会不会影响到 本身就有糖尿病的人 或者肥盘的患者 会不会引发它的糖尿病呢 这个研究其实也很长期的 还有很大型的研究 为期6.5年 最终407位 体重过重的女性 去看看她们去摄取葡萄糖胺之后呢 这段时间有没有 会影响到她们的血糖 或者是造成她们有糖尿病的问题 就发现了 其实摄取葡萄糖胺呢 是对她们的一个 有一个数字叫做HbA1c 我们抽血有时都会检测的 主要就是去看回 长期的血糖的状态 这个抽血它不是单止是当下的血糖高不高 HbA1c可以更加提议 长期的这几个月以来 对于身体的血糖上升的状态 就会发现了 对长期的血糖的变化是没有影响的 而且葡萄糖胺的摄取 也不会造成新的糖尿病的引发的发生 所以我们平时长期的摄取葡萄糖胺的话 对于血糖这个问题来说是不会有影响的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除了葡萄糖胺之外 我们关节里面还有两个成分 一个是圆骨素 一个是MSM 圆骨素来说 也是有它在保护关节上面的功能 它可以帮助我们疼痛感的降低 增加整体的活动力 和延缓关节的退化 都是有很多的研究已经指出的了 所以呢 有很多的关节上的保护食品 都会有添加的 最好就是腹芳也有添加 会更加理想 但是圆骨素呢 因为它叫圆骨 所以就会觉得我们平时吃那些 譬如鳳爪有圆骨的地方 那是不是也都可以补充到这些圆骨素呢 那其实 我是由天然的食物来补充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要看这个天然的食物呢 它本身会不会在调味上面 或者它本身同时食用的上面 会不会摄取到太多的脂肪 鹽份或者是糖份 那我们来看看 鳳爪呢 它本身是一种 鳳爪外面包着一层皮 鸡皮 所以呢 它外围的脂肪 含量其实是比较高的 还有呢 要吃到一粒 通常的保健食物中的 含有的圆骨素 1200毫克 一个有效的剂量呢 我们每一天要吃20只鳳爪呢 才可以吃到 这个成份的 含量的圆骨素 所以呢 就不会说很推荐用 吃这些鳳爪 或者吃猪脚啊 去补充 这些葡萄糖 或者圆骨素 因为没有什么效率 含量比较低 而且会不小心摄取更多的 其他热量 或者脂肪等等的成份 好 第三个成份 就是MSM有机瘤 MSM有机瘤 其实本身就是含有 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成份 其实瘤呢 听到说瘤酸 是瘤啊 好像 是一个很化学的物质 但其实呢 瘤本身就是我们身体里面 含有的一种矿物质 来的 在我们的头发 尤其是一些 摸得到的地方 比如 头发 指甲 皮肤 软骨 里面呢 其实都是必须要有 这个瘤的矿物质 就是这种成份 那这个MSM有机瘤呢 它是可以帮助 协助我们的圆骨的形成 就是关节的位 圆骨形成 强化这个 扔着肌肉的印带 还有呢 可以增加润滑液的分泌 减轻疼痛 肿胀和僵硬的情形 这些都是有研究发炎MSM的功能 最后就是有僵黄的成份 僵黄刚才提到 它是天然的什么剂 是止痛剂 天然的止痛剂 很多的研究里面 都会发现到 僵黄有很好的抗发炎 和抗氧化的功效 而且我们平时都可以吃到 大家猜猜在什么食物里面 会有僵黄呢 是咖喱里面有僵黄的 咖喱、香料、黄金银的颜色 主要是撮取至僵黄的 那僵黄的撮取物 僵黄素 它是可以去 帮助减低我们 身体里面一些 发炎反应的物质 那就可以减低 发炎 即是红肿热痛的发炎 的情形 减轻疼痛 抑制红肿热痛的发炎 特别是关节的位置 主要是发炎的情形 所以僵黄也可以做到 一个保护的效果 那呢 会推荐使用关节部 主要是关节部 陷入我们刚才提到的四大成分 葡萄糖胺、軟骨素、MSM和僵黄 另外呢 葡萄糖胺是二级收的 炎酸炎的形式 热量 也是非常低 低脂 0脂肪 0脂肪 因为它是定狀 基本上就不会吃到 鳳爪、雞脚 这些会摄取多余的热量 其实它就是定狀 可以很有效率地摄取 我们关节所需要的成分 也有通过重金属检测的测试 因为葡萄糖胺本身呢 它是怎样去摄取出来的呢 是在花海的壳里去水解出来的 只要是提到和海洋生物 或者海洋的原料有关的成分 都要注意重金属检测的报告 要不含重金属才可以安心地去食用 除了保护关节 除了需要我们刚才提到的四大成分之外 扭着关节的肌肉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肌肉的维持也会需要蛋白质 可以透过我们的燃养蛋白素 去摄取足量的蛋白质 来自于大豆蛋白的9克的蛋白质 同时也有19种维他命和矿物质 有来自于植物性的成分 譬如姜、石榴、蓝莓等成分 是可以帮助抗氧化的 另外热量也非常之低 低脂、低糖、低热量也非常好吃 所以可以在早餐的时候 作为我们补充营养的一个选择 在我们的蠟色里面 同时可以加佳能蛋白质粉 佳能蛋白质粉和蠟色不同的是 它完全就是蛋白质 没有味道的 就是带多蛋白再加乳清蛋白 但是它没有一些特别的口味 不会是士多啤梨味或者什么味 就是蛋白质粉状的蛋白质 所以它是很弹性的 可以加在奶色里面也可以 加在奶茶里面也可以 加在咖啡里面 苏米汤等等也可以 可以增加食物或者饮品里面的蛋白质量 同时也可以增强爆竹感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来到这边了 很感谢大家 我们上一堂课和这堂课 建议大家可以一起听一下 就是当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行动力 令我们的关节和骨头更加强健 可以摄取什么营养素 就是我们上一堂课和这堂课 就跟大家介绍了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来到这边了 很感谢大家 我们下一次的先上课程再见 拜拜